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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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级左眼牌赛 半準決賽 標準流浪對深水埗 比賽地點是旺角大球場 八強第一場球屬下線較量 勝出的一方會在四強鬥東方或灌中南區 兩隊今季在聯賽已經交手過一次 八月尾當時標準流浪主場贏9比0 再對著深水埗 標準流浪踢起來 早段並非踢得特別爽 伊巴謙這一球球 屬於他們在比賽中的第一個攻勢 這一下的回傳幾乎令到 守住最後一關的梁卿傑受傷 比醫院球的就是林家衛 捱過這一劫之後 標準流浪在23分鐘又找到一個入球方法 神田夢式的佛球 給馬雙份頂頭錘入球 這個入球也是這位南韓後防球員 個人今季的第一個入球 入球之後 標準流浪越踢越有信心 接著下來 江本靈人在禁區裏被普敏撞跌 博到12馬回來 伊巴謙主射 但這球球被李日進救到 還有好幫手 趕倒就是馬雙份 入球起碼在30分鐘 標準流浪贏到2比0 金文灰靚靚靚靚靚的底線傳中 令到劉智諾輕鬆地升高頂入 比分改寫到3比0 這個入球也是劉智諾 在今季各項賽事中的第六個入球 總教練王家中當然是很開心 到了上半場的保時階段 波比和艾雲馬高域的合作 令到尼高拉仙 能夠為深水埗追成較接近的比分 如是在上半場 標準流浪以3比1領先深水埗 一個入球激起了深水埗球員的鬥志 落後之下 顏卓斌的角球機會製造混亂 球就這樣入了 官方公布最後足球的 系標準流浪的林家偉 這個時間是53分鐘 10分鐘之後 深水埗把握快開的界外球 艾雲馬高域要門將梁卿傑投降 深水埗在落後三球之下追成平手 守住深水埗最後一關的李日進 三番四次化解危機 還要多得門眉 頂著神田夢實的射門 兩隊門將都有水準發揮 梁卿傑擋出艾雲馬高域的勁射 上方在法定90分鐘 踢成3比3 要加時分高下 加時上半場的最後一分鐘 神田夢實的傳送 盧君儀的頭鎚頂中眉 還有姚浩明幫忙 104分鐘的這個入球 標準流浪最終在千辛萬苦之下 贏4比3 晉身銀牌4強 亦都是第一支晉級準決賽的隊伍 主持人 隊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